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这个是一个miss 应该到7月15号 戒严 戒严 祭天日 今年号是25年 结束之后呢 我们来结束 所以准备到7月底结束 所以在结束前 我们会办两次的摄影家座谈会 其实台湾分别都有公开的座谈过 比如说 山泰跟老宋 宋宏田 那另外我们也有个别采访摄影家 比如说这两天有把 小霞的跟张湾文 张湾文的个别采访稿 都已经播到那个部落格里面 下一次是7月7号 还有黄子民 刘正强 我们也会 快要整理好了 也会把它PO上网 等于就是八倍摄影家 很分别的有采访稿 那我们也准备在 今年底呢 能够出版一套 以228407519为主题的图文书 那想法还在音量中 那 这阵子以来呢 很感谢各位的支持 也感谢各摄影家的支持 要把这八大伙子的这一套 也会很感谢 那 等一下 欢迎我们我要先走 大家回台中 那所以我们就 开始 好不好 啊 虽然这个是我们您的题目 啊 那我我比他期待就是说 之前在稿子里面有的 我们就 讲什么没有的 或者是说 呃 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 要临时的发问 其实也可以 啊 重新在对谈的时候 慢慢把很多过去的记忆 又 喚醒起来了 呃 我分别的题目是 嗯 谈我们与新国家运动的理念 那我想我可能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我 从我跟郑安总的 渊源或者认识 然后当初 我曾经是杂志社的摄影记者 美术指导 也参与杂志的编辑 然后一路在整个 从党外政治运动到整个民党成立的 这段过程中 我们几个那个 年纪差不多的这些摄影朋友 刚好我是觉得蛮幸运的 刚好在那个最 政治运动 社会运动 这些街头运动 最蓬勃的时候 我们刚好公共其盛 然后拍下的记录了蛮多 对我们人生也说是 影响蛮大的这些事件 跟着这些 台湾的历史一同成长 我对郑安总最早的印象 是从 党外边联会的时候开始 那时候相对于 整个民主运动 大约分成一个公职 公职的部分 那是公正会 然后另外相对的有一些 党工属于比较编辑的 基层的 然后不是公职人员 相对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 编年会 我记得 编年会跟公正会在开会的时候 哪一弄 也就是跟那种先生 他常常有一个行为 那时候一开始 让我有点压抑 我那时候一开始还不是很懂 为什么他会有那些行动 他会常常在开会途中 打断他们 然后提出程序问题 或者提出意义 然后他会不断的 不断的一直提出 然后常常会造成一些主持人 甚至开会这些朋友们的困扰 那一开始我没有那么了解 他为什么对很多细节 或很多文字 或甚至在某一些沟通上 他会很坚持他的一些想法 跟他的理念 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 诶 这个地方可以妥协 可以让苦 然后大家都达成共识 可是他会很坚持很稀的地方 然后后来 就逐渐经过这么几年 到后来我甚至 进入他的杂志社 成为记者 成为编辑 我才逐渐发现 他是跟其他的 包括公子人员 或者这些党工 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 一开始 我会觉得他有他个人 蛮深层 比较属于 思想上 哲学上的思考的地方 也许跟他个人的成长 已经有一些关系 所以他 相对于 思考一件事物的时候 他会 思考其大的蛮长的 但是一旦他决定了一些事情 我会发现他的动作非常迅速 而且最特别的在于 他会采取行动 跟我当时看到的很多的人物 有蛮大的差异就是 他很有邏輯 然后心中已经有大致的 一个想法 然后有一个阶段 他会很 设法具体的 落实的去实践他自己的理想 然后 在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 他会透过他做到的朋友 组织这些朋友 然后 然后 判断这个 当时的政治情况 做出 决定 然后去实践他 这一点是我 一直在看 然后到最后 已经 对我个人是蛮专注的 在拍他个人的时候 一直有了一个印象 所以我很多照片 我会拍他在走路的画面 因为我一直在想 他在走路的时候 他在想什么 他在那个时候 他在想什么 有一个画面 因为我 我还到现在 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 519的那个 要求捷炎的运动 是在龙山市 那一次一开始 就被包围起来 走不出去 乃龙一直在幕后 扮演一个 蛮多 资源支持的角色 然后 在背后的整个 行动上 包括 跟外界的联系 或者 设法 成功 那一天 他在幕后扮演了很多角色 可是他不会站到台面 那我那时候知道他 那个角色蛮重要的 所以我就一直等 拍到后来 我那时候带的影片不多 剩下没请客 我就一直等 等到我都没有拍 到了最后 全部都结束了 那检方也让 在深夜的时候 让群众走出去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拍一下 他都有 那在一群那些 雜誌社的 发行部的那个 同事陪伴之下 走出去的画面 我就 对于他 不管是有人陪着他 或者他个人 在那个 任何的路上 行走时的那个 生意我 印象非常深刻 我还记得我 我第一次录到他 他是在金华女中 那时候 也是办一场演讲 那时候 在不断冲撞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 喊出我主张 台湾独立 在公开的演讲场 而且那场是有录影的 他是 第一个公开在那边讲谱 我还记得我 前后那时候 刚好拍到他 进去 学校的画面 然后后来你拍的画面 这些都让我有 非常深刻的 记忆 我会把他称作 行动思想家 他跟其他的人 比较不同的就是 他非常清楚他走的路 然后他非常具体的计划 像228和平日的运动 也是 其实他是以雜事社为基地 邀集的这些朋友 包括李盛雄牧师 陈勇琴医师他们 然后逐步来推动228和平日的运动 然后像还有一个 很多人可能外界不太清楚 像当初农民运动的时候 包括台湾农权总会 当初因为农民组织里面 可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 那第一次他们尝试开一个 好像联合的会议 准备联合成立 可是当场好像两派意见不合 然后就吵了起来 然后后来甚至 就分两边自己开会 各成立自己的总会 那我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 乃农好像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 那他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那天动作很迅速 两边不换到膳事后 他就立刻跟另外一半的朋友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马上成立台湾农村总会 像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 如果乃农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 我觉得台湾民主运动 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貌 我心里面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这个大概是没有答案 我先分享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再发问 那我把这个 麥克风交给另外三位